好,那么下面咱们就开始完成咱们刚才说的那件事的一个代码的工作 首先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咱们要做什么 咱们就是要让训练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就让这个小鸟自己知道 我是应该往上走还是应该往下走,让它自己去玩这样一个游戏 咱们这个任务还是基于TensorFlow去做的 所以说首先咱们还是impar了一下咱们需要的这些工具 咱们的一个核心训练就是用这个TensorFlow去训练的 然后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有一些关于图像处理的一些工具 所以说咱们需要用这个OpenCV帮咱们做这些图像变换,灰度化,还有二纸化这些东西 咱们都是拿OpenCV去做的 如果说大家没有按OpenCV的话,咱们可以按一下这个Python的OpenCV的Python版本 然后咱们直接impar了一下这个CV2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现在要做的,因为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让这个AI自己玩游戏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游戏的环境给它搭载出来吧 这里咱们就是直接用已经是PyGame给咱们提供好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是可以先把这样一个东西impar进来 就是咱们先用这个CV把咱们的一个Game的路径给它引进来 就是当前的这个Game里边,所有的一些依赖的一些东西显得倒进来 那么一会儿咱们是用这个虚拟机给大家演示的 其实就是说有这样一个东西,是一个用PyGame做了咱们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小鸟会飞的一个大环境 这个东西由于不是一个重点,咱们就不说这个环境的事了 到时候大家直接用这个环境,把这个环境直接把这两文件复制过来 咱们就可以跑这个事,关于环境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环境其实来说就是它那个AI的界面 以及咱们要取每一帧图像的时候,咱们都是在这个界面当中去取的 有了把这个Game,就是咱们这个大环境impar进来之后 咱们接下来还要impar一下这个random 因为咱们要进行一个随机,比如说一个系统的一个贪婪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随机来去做 还有就是一个nump import,nump,nump,py,s一下np 这些就是咱们接下来要用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咱们有一个集合 咱们需要把这个集合再给它引进来 因为一会用的时候咱们再去说,我们impar了一下这个dequim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用的一些操作 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先给它impar进来 其实核心就是tensorflow还有opencp,一个是用来做迭代,一个是用来做图像处理的 然后我先给它指定一个名字,咱们要玩这个游戏就叫做一个bed 然后这会儿我们就需要指定一些参数了 比如说咱们现在要玩这个游戏,我们是不是最终希望神经网络给它一个输出 那对于当前这个任务来说,它输出值是什么 它输出值只是可能有两种吧 要么是往上进行一个输出值,要么是往上飞,要么是往下飞吧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action的,action它是等于2的,只有两种,要么往上,要么往下 然后咱们在这里再定一个东西,就是一个observe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在咱们开始训练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观察 所谓观察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是把这个 现在咱们要是,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游戏让它自己去跑 而不进行一个训练,它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它会自己的就是进行一些随机的指,然后随机的去跑 它就自己随便的去跑,随便去跑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可能撞到柱子,也可能不撞到柱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既有撞到柱子的,又有不撞到柱子的 我们先把它的一些观察的一些结果拿出来 比如说,在观察结果当中,我就可以存大量的这样一个batch 每个batch是四帧图像,我可以先通过观察 把咱们需要的数据先准备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观察,我们先让它观察的去跑 这么一千帧的图像,一万帧的图像 咱们先进行一个观察,在观察当中呢 咱们就进行一个,把这个数据 或者说,把这些图像给它保存下来 然后呢,观察完之后啊,我们要进行一个迭代吧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express,刚才大家说了 咱们是有一个探索和一个开发吧 咱们就可以指定这样一个值 就是说,我要迭代的一个次数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定一个值 就是,当咱们在进行迭代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开发和这样一个探索呀 我们需要指定这样一个一部系统吧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样一个 比如说一部系统的内耳机表示10%的可能性 我进行一个探索 然后呢,这个一个系统啊 其实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变的值 而不是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值 我们想一想,就是说 咱们在迭代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进行一个探索 那是不是随着咱们迭代网络模型啊 它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前进的 那网络模型更好的情况下 是不是咱们需要的探索就更少了 最开始网络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让它多进行一些探索 然后呢,随着网络逐渐稳定的时候 它探索的一个频率就应该降低了吧 这个就是跟咱们的学习率是差不多的 咱们一开始有一个学习率 那么最后呢,让学习率慢慢变小 所以说,对于这个一个系统的一个贪心啊 我们也进行同样的操作 首先呢,让它的一个探索啊 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0.1 然后呢,随着咱们迭代进行啊 网络越来越好了 咱们就让探索的一个频率啊 越来越低就可以了 比如说啊,我写了一个最终的一个 一部系统的一个参数 最终一部系统啊 我让它是等于0.00 0.001吧 然后呢,在这个最终啊 它是等于这样一个值 那么咱们还有一个起始的值 就是一个 Initial 就是咱们可以定义一个 Ni TiNi Initial的一个值 这个值啊 一会儿咱们都可以进行改 咱们先暂时啊 让它是等于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些啊 咱们都可以进行改变 可以按照一个自己的需求 去平衡一下咱们的一个 一部系统的一个值 你可以让它 就是一开始是和最终都是一个过定值 你也可以让它是随着咱们的一个迭代 让它变小 这样都是可以的 这些怎么设计啊 完全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replay的一个memory 就是说 在这个replaymemory里啊 我要进行存一下啊 咱们当前不是进行一个观察吗 观察东西啊 我们就存到这个replaymemory里边 我先让它暂时啊 等于一个值是等于五万的 那么这些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参数啊 还有一个值是一个batch 咱们还有指定就是一个batch是等于一个 一个多少的 咱们刚才说啊 就是说咱们一个 size of mini batches 我们先让它等于一个值吧 一会儿咱们看一看这个值 要不要再去改 然后呢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基本参数啊 咱们一会儿就要用这些参数呢 来去训练这个网络 那么首先啊 咱们是先定义这样一个 整体的一个网络的结构 然后呢 咱们先把这个min函数啊 给它写出来吧 就是咱们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入口函数 在这个min函数里啊 我就直接写这样一个min函数吧 在这个min函数里边 我写执行这样一个min操作 然后呢 我在这个min操作里边 define一下这个min操作 这个min操作里边 咱们就让它去play一下这个game 让它一下调到这个函数当中 去play一下咱们当前的这个game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要写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就叫做这个playgame 我来写一下这个东西 define一下 define一下这个playgame 在这个playgame里边啊 我们就要做一系列的事情了 首先是不是说啊 咱们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先要把tensorflow的一些必要东西啊 给它做好啊 tensorflow必要的就是这个session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session给它实力化出来 就是我们写这样一个函数啊 interactive interactive session 先把这个session啊 给它做构造出来 然后呢 构造session完之后啊 我们需要得出来一些 就是说我们集中的一个结果 是通过神经网络构造出来的吧 咱们先要把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个结构 给它定义出来啊 先写一些参数 咱们先不说啊 这个s和readout分别表示什么 一会儿呢 咱们构造神经网络的时候 大家看它的一个最终返回值 咱们就知道 它们分别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了 我是先把这样一个函数给它写出来 create一个networ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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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